大家好,我是焦宝妈妈 今天我们用玉米面来做一道好吃的 看,这是我烙的大饼 金黄金黄的 特别特别的诱人 外皮啊,焦香酥脆 我还加了肉厂 如果不喜欢肉的呢,可以不加 我用了中筋面粉140克 这是玉米面粉120克 我用的比较细的玉米面粉 也倒入到盘里边 加入了4克的酱母 把这三样东西呢 先搅拌混合 然后加入了315毫升的温水 这个温水的温度呢 也就是36-7度 就像我们体温正常的温度 我从中间开始搅拌 然后往四周 最后是画这种枝字形 再加入盐3克 继续搅拌混合 就这种稀稠度的面糊糊 就可以了 干上保鲜膜 室温发酵一个小时 或有大气泡就可以了 这是洗干净的菜花 也叫花菜150克 洗干净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就像这样 弄得碎一点点 也可以用刀 给它切碎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青椒 清洗干净 然后从中间切开 我们把里面的籽啊 还有这个青椒的地啊 都去掉 去掉了以后呢 就像这样 切成丝 这个青椒丝呢 不需要太宽 切好了之后 放在一旁备用 这是一个洗干净的红柿子椒 我们也从中间切开 把里面的籽去掉 然后也切成丝备用 这个丝呢 也不必要切得太细 我感觉到有三毫米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这个红柿子椒啊 就用了半个 这是一颗小葱 洗干净了以后呢 我们给它切成葱末备用 这是蒜肠 也可以用其他的香肠 150克 如果呢 您不喜欢吃这个蒜肠啊 或者是其他的肠呢 也可以不加 我把这个蒜肠 表面的这个肠衣啊 给去掉了 因为如果不去掉了呢 它受热了之后啊 就会爆裂开 就会脱落 影响口感 然后把它们切成 两毫米到三毫米的薄片 一个小时以后 你看这个丑面糊糊啊 已经发酵了 发酵的非常好 看到这个表面了吗 很多很多的大气泡 这个面糊糊啊 发酵的刚刚好 味道不发酸哟 我们也不需要搅动它 就这样 平底不粘锅 加热了以后呢 倒入油15到20毫升 用小火 我们先撒上这个菜花碎 再摆上蒜肠片 再摆上红柿子椒 或者是青椒丝 就这样隔开去摆 无论你是先摆红的 还是先摆绿的 只要摆得漂亮就行 做饭嘛 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吗 越漂亮越好 还要好吃 我们把发酵好的丑面糊糊呢 就像这样均匀的摊一层 摊到它们的上边 面糊糊都倒好了之后呢 在上面再撒上菜花碎 再摆好红柿子椒丝 然后还有青椒丝 这是黑芝麻 生的 我们再均匀的撒点黑芝麻 这是切好的葱花 我们也撒上一些 然后盖上锅盖 小火煎8到9分钟 8到9分钟之后啊 你打开锅盖 上面这个绸面糊糊也凝固了 这个时候呢 你看我用锅铲啊 四周缠起来 但是呢 你会发现 特别特别的柔软 不好翻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借助一个大盘子 就像这样 翻面咯 哇 这是第一次翻面 然后我们再给它放回到 这个瓶底锅里边 小火 四周呢 我们给它淋点油 盖上锅盖 小火或中小火 继续煎6到7分钟 再次打开锅盖啊 这个饼 已经 煎熟了 我们给它 再像这样 借入盘子 翻个面 继续煎 1到2分钟 你看 你看这次翻个面以后啊 你会看到这个饼啊 哇 金灿灿的 而且啊 特别特别的漂亮 我们就像这样 让小火呢 再继续煎 1到2分钟 我们再次给它翻个面 哇 你可以看到这个蒜肠都冒着泡呢 特别特别的诱人 流着油的感觉 啊 这个底部已经酥脆了 翻面了之后呢 我又放回到了平底锅里 用小火 打开锅盖 继续煎 1到2分钟 也是煎到底部酥脆 这张大饼啊 就全部烙好了 听这个声音 真的是焦香酥脆的 再看看里边 哇 香喷喷的 特别特别的松软 这张大饼啊 花了我十几分钟 但是啊 你再咬一口 吃了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的满足 而且啊 是用玉米面和白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称为它是 金银发面大饼 真的是外皮较香酥脆 哇 咬一口 真的是太过瘾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点赞关注分享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